薑在中菜的地位舉足輕重 本港近八成的薑都是來自山東 由於近年菜價上升 薑的價格也較過去增加 有本地菜販就說 曾經聽聞有內地農民 會將薑團積在地窖 以賺取較好的價格 但原來有內地農民為免薑在儲存期間生出亂牙 不惜加入含有劇毒的農藥綠綠粉和滴滴胃 而內地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之中 並沒有規定可用保鮮劑和添加劑的範圍和劑量 只是要求技術符合內地有關的規範 變相就令這些黑心商人 可以隨意使用有毒的農藥 以延長農作物的保鮮期 內地出口沒有嚴格規範 本港的買家也沒有多加留意 徐先生直言從來沒有考究過 所救入的薑的來源地 而得知山東毒薑的消息之後 他也開始擔心貨源是否安全可靠 雖然有部分採犯相信 中港兩地的檢測制度 能阻止含有農藥的毒薑來港 但有市民就表明 對有關的制度沒有信心 認為購買本地薑較為安全 文章主持人品 南雲現在分析 中文在《市民集團結購》 中文在市民集團合作 正在市民集團合作 中文在市民集團合作 中文在市民集團集團 大廈吸團和市民集團